上期的影片,我记录了把汽车开上船 并且坐了40个小时的日本最长的渡轮航线 从名古屋来到北海道善小木的日本船旅体验 本期的影片,我就将正式开启我的北海道自驾之旅 在北海道的第一天,我的行程就被安排得非常充实 首先,我会途经日本唯一破产的城市西章 去看看这个破败的小城在2023年的最新现状 接着,我将继续一路向北 前往北海道的人气打卡景点,美银的青池 来一探究竟这个网红池塘是否真的像网路上所传的图片一样 看起来那么美 在影片的最后,也将是今天的高潮 在北海道上浮两眼附近的隐秘景点 云霄飞车之道 我邂逅了一场会令我终身难忘的绝美日落 那话不多说,现在就请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开始在北海道的第一天的行程吧 这里有一个房车 感觉是改造成了一间小木屋 它也是从名古屋开过来 我还以为是一个送货的车 它就是一个全日本到处旅行的卖果子的店 这个北海道的路上真的是超值空旷 哪怕是不会开车的人都可以来这里练食开车 这里有一个狐狸看到 它自然就停在这里 它不会跳出来吧 我这个还好窗关着 西江市位于北海道的中部地带 临近扎晃 2007年的3月 西江市向日本政府申请破产 成为日本全国唯一破产的城市 整个城市欠债632亿日元 要通过拍卖资产 关闭公共设施 减少公务员数量 以及削减福利等方式 在20年内还清债务 因此当点开西江市市政府的网站 会找到一个写有债务时钟的链接 两行不停跳动的数字 分别是当前债务的余额 和以还款金额 以达到警示示人的目的 现在我来到了 西江市的示意所这里 你下来就看到一个 紫玉市代支援市 看起来应该是因为这里 人口老龄太严重 所以想要复兴的话 一定要靠生育量的增加 这个是示意所的正门 然后这边的车都是可以 随意停在路上的好上 因为实在是有点荒凉 西江市义所 这是他们的市政府 这个是示意所内部 非常的昏暗 而且很老旧 我觉得 有点阴森恐怖走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厕所 厕所它里面都是要自己开灯的 用完之后为了节约用电就要关灯 这个示意所的大厅里面 其他地方都是荒草丛圣 这边是荒草丛圣 破舊遺棄的屋子到處都是 這可能以前是一個辦公室,樓上是可以睡覺 但現在就被遺棄荒廢在這裡 一個閒人都看不到 只聽得到烏鴉的叫聲 前方應該是一個小學或者中學 據說這裡的小學中學也是數量 從以前的有10家左右 現在可能只有一兩家 19世紀末,西江是一座煤礦城市 鼎盛時期擁有24座煤礦 居住著12萬居民 但隨著日本啟動能源轉型 西江不得不關停所有煤礦 經濟也陷入了停滯 困境之下,西江尋求轉型 上世紀80年代,西江曾大力發展旅遊觀光業 只在興建了主題公園、度假村、博物館、酒店等等 但效果都不佳 巨大的債務之下,西江一步步走向深淵 人口也逐步外流 現今整個城市只剩下6000多個居民 平均年齡達到了65歲 生育率卻無限接近於零 因此西江成為了一座極度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城市 就在市一所旁邊 有一座建築整個都現在關著 它可能以前是這邊的市民會館 也有可能這裡以前也有一些餐廳啊 或者看電影的地方 現在一個人都沒有 只剩下烏鴉 這個電影海報真的非常的古老 這個是音樂之聲嗎? 這個餐廳也是關閉著 看到這些畫面真的是感到非常的絕望 毫無生計 這個城市也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重新振興起來 前面這幢造型的大樓是一幢酒店 之前我看別人拍攝的時候說這個酒店是倒閉沒有在營業 我等會準備走過去看一下現在是不是有恢復營業 看到這個酒店門口停了一輛中央bus 不知道這個是包車還是固定的路線 看這個酒店門口超級荒涼 我很少看到日本的酒店門口這些雜草都沒有清除 看起來就是有一點破敗的感覺 那我等會就進去一探究竟是不是這個酒店真的在營業 如果真的在營業的話 應該至少把這個酒店門口的雜草要稍微清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在營業吧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在營業吧 這個大門口非常的破敗 確實是關門著 他不知道是哪年的12月1日關門 一直到現在 酒店大堂裡面有一架鋼琴 然後還有枯萎的植物 這輛巴士我剛才看它是直接可以開到渣黃 但是這個車上也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2023年的夏天 這個酒店依然沒有營業 不知道今年冬天滑雪的旺季的時候 會不會有起死復生 譬如同盜人 Have 起來 敬意 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离开了石江 现在准备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要去往富良野附近的那个青池 但路中看到这样一个还蛮神奇的一个湖 上面长了好多树 看来这里是因为水位上升 所以就整个一片都被淹掉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还是只有夏天才会这样 差不多大概再开个二十分钟 就可以到北海道的另一个景点 在美英附近的青池 那现在我就出发去看一下 那个青池 是不是真的有网上的图片那么好看 从今天早上抵达北海道 到现在来到美英这边的青池 终于找到一个人多的地方 这边应该有好多外国的旅游团也来这里参观 不过现在天不是很蓝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池水会很蓝 北海道除了在旅游景是有那么多人 很少能看到那么多人 天赤一般 所以这个青池还不能展现它最美的状态 不过看起来确实还是挺青的一种颜色 这个青色跟我平时看到的湖水的青色很不一样 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化学成分在里面 所以才显得那么轻 而且特别现在天还不是那么蓝的情况下 总体来说感觉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 不过来的人还是蛮多的 而且很多是亚洲这边的其他外国人 现在就去到下一个景点 在这边停车的话是收500块钱日币 如果来这里看这个青池的话 建议还是等天气比较晴朗的时候 会比较漂亮一些 在这个青池边 还有一座这样子的大桥 好像是可以看到这个白痴瀑布 好多久 就是像石的小池 一座500块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好现在是思阳西下的时分 我来到了这边北海道很有名的一条 叫做过山圈之路 它这条路就是有上下起伏 大家如果来富良野或者美银子架 一定不能错过这边 真的是太美了 可以不用去那个什么熏芋草 农庄 也可以不用去那个青池 因为我觉得那两个景点真的人又多 然后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这个在夕阳时分 来到这个过山车之岛 我真的没在日本看到过那么漂亮的天园景色 最美的北海道自驾路线被我误打误撞遇到 真的是运达太好 这一条道上完全没有人 偶尔才会有车开过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